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先来首先来看 宜兰县政府发起的环线剑走 迈入了第五年 今天在罗东运动公园展开 全县的第一站 县长林冲贤也特别前往参加剑走活动 并且期望更多人加入运动的行列 来减轻体重负担 礼拜六下午的罗东运动公园 微风徐徐 真是全家大小一起散步剑走的好时间 由宜兰县政府发起的 环线剑走活动正式开跑 超过千人扶老稀幼一起参加 所以今天是全家一家四个草一起出道 对 好 拜拜 回来了 回来了 这个发好大声哦 对啊 你看怎么看得心 这样走一圈感觉怎么样 叮叮叮叮 平常有运动吗 哎呀 我走到将近五千步咧 中间有算吗 有有有有 走一圈五千步 走一圈五千步 那很好啊 这种天气又没有下雨 凉凉的 流点汗很棒 所以说我们宜兰有很多水 很多火超冷的 今天来今天是非常健康的 二零这个一五年开始我们希望我们宜兰县的所有乡亲啊都能够把握时间把握好的地点啊来加强运动啊我看我们数据上我们这个啊这个体重的比例啊大概超标的部分我们跟全国的平均值啊不管是又学童或者是成人啊都还稍微偏高 虽然我们现在运动的人口比例已经有在攀升 我们从二零一零的五十八趴那到去年底我们已经提升到六十九点七四将近七成哦不过因为依然气候的关系尤其像这种下半年啊我们比较容易下雨啊啊伍也就较不容易出来哦所以我们希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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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希望今年这个新年新希望 要让我们全亿兰献民 大家都能够幸福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 所以大家要踊跃的运动 像今天这种天气 全家大小都可以出来 大家都可以享受健康的健走 而且健走最便宜最方便 最容易达到健身的效果 从我们的财神爷旅行之前 我们先把请信长把它打开 我们希望宜兰献民 我们可以开启幸福宜兰药 健康管理为首药 运动允食最散药 还有新春主义洋年药 大家都让大家要要要 所以2015 我们让大家都健康为伍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环线健走迈入第五年 宜兰县运动盛行率也上升了 百分之十点六个百分点 今天与会的所有来宾 一起用实际的行动 期待更多人加入运动行列 宜兰新闻记者 黄文淑采访报导